欢迎大家回来收看《澳洲露营如何玩?》系列的第二集 关于如何选择营地和设计前要留意的东西 我在上一集已经介绍过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右上角选择的链接 或者在片尾可以重温 这一集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去露营前要准备的东西 以及要留意的事项 其实我一向都有follow香港露营分享谷的Facebook群组 在上面看到香港人露营时用的器材都很讲究 在澳洲露营就有些不同 例如我以下所说的所有设备 你都可以在Anaconda BCF或者Tentwell都买到 如果你什么露营设备都没有 以下这四样东西你就需要了 第一样东西要买的当然是帐篷 在澳洲买帐篷都有很多品牌 但选帐篷来来去去都是这三四个原因 第一个因素当然是帐篷的size 你去买帐篷的时候 在袋子上通常都有写着多少个P P stands for person 五个P就五个人 三个P就三个人 但从经验来说 可以告诉你 就算他写着五个P 最多都只能住三个人 如果他写三个P 你想着两个人就差不多了 怎能睡到八个人 你睡四个人不动 你睡到八个人不动 就算太快了 行李都不行 第二样选择帐篷的条件 就要看看他是不是 Instant Up Instant Up 通常贵一点点 但是他设置的时间快很多 就这样 extend他的鞋子 就已经做好了 如果不是Instant Up 那些traditional的tent 就要逐支棍逐支棍出来 慢慢薄 都可以浪费时间下 第三种选择帐篷的条件 就是他那些缝线的密度够不够高 密度越高 即是他的防水度就越好 亦都有一些密度高的帐篷 里面是peach dark tent 即是说你可以睡到黄焦白眼 里面都是黑妈妈的 够晒黑的peach dark tent 我这几年都换了帐篷两三次 每一次买一个新帐篷 回来的时候 我都会在backyard 去扎营出来 看看他有没有什么脱漏 看看他有没有洞 有没有给少了几条绳子 或者鱼子 另一样东西我一定会做 就叫做seasoning seasoning的原因 就可以帮帐篷 加添防水力 通常我会选一日好天气的日子 在backyard pitch了个tent 之后 用个花灑淋水上去 当它濕晒的时候 就等它在太阳下面晒干 重复这样做法 三四次左右 它的线就可以拉紧一些 这样就可以令它的防水功效加倍 你亦都可以去买一些防水spray 在那些缝线上面spray 这样的做法加倍这个帐篷的防水功效 通常你买一个新的帐篷 它都会给一些铁钉来的 但是不同的地方亦都有不同的钉 譬如如果去沙滩有sand pack 如果你是grass 也有grass pack 最好就是买几个士啤 买多个膠的锤子 让你容易去摔钉 和拔它出来的时候用 在澳洲另一种常见的帐篷 就是那些单人或者商人住的swag 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 我都觉得它有点像个棺材 但事实上真的挺轻便 它的好处当然是小 容易攜帶又容易设置 但是它的坏处 你放不下多少行李 如果你怕焗烤的话 我就建议你不要用swag 第二样东西要买的是睡袋 买睡袋最重要是看它的温度的 range 如果你露营去一些冷的地方 例如Tasmania Victoria 你的睡袋可能要遇到零下10度 我自己就住在坤士兰布里斯本 所以我的睡袋就是零下5度至10度 就可以cover我整年不同的seasons 另一样重要的是墊育 我有些朋友脊椎骨不好 他每次露营都要带个商人泵器的墊育 我就很简单 去到BCF买个5-6cm的墊育 自己吹气那些就可以了 也有些人喜欢睡袋布床 可能连墊育也不用 你买墊育也好 买袋布床也好 我建议你去到BCF Anaconda 它全部都拿出来 放在地上 你可以睡上去自己试一下舒不舒服 另一样东西我每次都会带去露营的 就是餐桌和椅子 在澳洲生活 周不时你都会去海滩玩 去公园picknick 有张摺桌和几张BBQ chair 都是很common的事 所以一定要有 除了这些露营一定要带的器材之外 有一些optional的gears 我觉得你都可以考虑一下 第一样东西就是gazibo 我自己有一个三米乘三米的gazibo 用途很多 譬如晚上一群人聚在一起 喝啤酒 有个帐篷在头壳顶 都不怕日晒雨淋 这个都不需要多说 炆香炆拍水就一定不少得 如果你的车装得下来 我建议你买一个两个zine的冰箱 一边可以用来做fridge 一边可以用来做freezer 去露营你肯定会煮食 当然要保持冰肉 如果你租一些无电的camp site 或者不想带一个camping fridge 最重要是带一些实际的esky 每日买冰放进去都可以维持到几天 另一样东西就是一个换衣的帐篷 而且如果你去一些更远的地方 要自己带上厕所的话 这个en suite tent 你就可以放一个portable loo 在里面 如果你有位置的话 我都建议你带这个单车 因为很多时候小朋友在campground里面 会认识很多新朋友 每个人有单车在里面 是很开心的 另一样东西我就在朋友学回来 就是每次露营完营之后 你take down the tent 的时候 顺便做这个clean up 因为有很多时候你回到家 都不会再开这个tent 有follow开我的频道的朋友 你都知道我很喜欢水上活动 前几年买了独木舟 每一年去camping 我都带他 可以用来钓鱼 竹鞋 小朋友可以开一只独木舟 自己去explore周围的地方 如果大家想知道 如何买一只二手的独木舟 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一带旁人几架车一起去的话 我就觉得你最好买个walkie talkie 即是对港机 Whatsapp 都可以 但很多时候是没有reception 所以你都未必收到 你用对港机来沟通就快些 另一样东西我每次都会带 就是tap 我有一张就放在地上 之后才放个帐幕 如果下大雨的话 我的帐幕的底也应该不会那么湿 另一张我就会放在我的tent上面 如果下大雨大风也有多一层的保护 其实要露营 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带 我都不可以一一说 我会列出来 你慢慢参考 初时我第一辆车没有riff rack 又没有trailer 我又是这样去露营 你有这个兴趣 只要有个帐幕 有几张战役 还有几个垂袋 其实就已经可以开始了 每年就加一些新的装备 好像我的车一样 有一年我又加了riff rack 可以放多只独木舟加gazebo 有一年我又再加多个box trailer 又可以带单车和雪柜去 我亦都有一些朋友 每年自己租过trailer 又可以去得到 所以说去露营 就不需要买了所有东西才去的 你有这样的心 就可以去试一下 OK 我都说了很久 你如果未看我上一集 这里有条link 我上一集是说 怎样去选择camping ground 和campsite 如果你觉得我这两集 有帮到你的 可以帮我按个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下个钟仔就更好了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不妨在下面留言 你有问我必答 OK 下一集见你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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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